潮流的装扮 小麦色的肤色 若隐若现的纹身 羽毛球界的标志人物林丹 变得越来越时尚了 可能这样不只是用从你的球场上的一些东西 可能有的时候球场之外的一些东西 可能会让更多现在的年轻人会去关注喜欢你 从而能够去甚至去模仿你 当然我觉得无论怎么样 最终是要让他知道林丹 或者是可能让他们更深的知道是有林丹的故事的 所以可能对他们会有不一样的帮助 今年农历春节前 林丹持拍的左手臂外侧新闻上了五颗星 代表自己已经取得的全满贯 开始林丹并不希望展示 但做运动员的 温身温在了这个地方 想让人不看到都难 就连恩师康千虎也不由要询问一下 汤杯 书丁曼杯 世界杯 世界锦标赛 还有奥运会 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赛场 但是我觉得无论我去到哪一个领域 我都希望这曾经的荣誉能够跟我一辈子 可能很多人对温身可能会有种不一样的一些理解 可能会觉得温身的男孩或者女孩都特别坏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因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它对我来讲是我曾经赞渡过的一个领域 我和我的同伴还有我的教练 甚至所有支持我的人 我们一起共同创造了一个历史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康岛感兴趣的温身是三月全英超级赛之前林丹有新闻的 英文的意思是直到世界尽头 这是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片尾曲中的一句话 从小我喜欢看《灌篮高手》 因为我相信跟我这一波的年轻人都看过这个动画片 小的时候我印象是很喜欢听片头曲 叫《我想大声说爱你》 因为那时候觉得那样的旋律 很适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当我在国家队十年的 十年的这些生涯征战的时候 和之前的状态不一样是 现在你会觉得 结束后有个片尾曲 你会想听一下 包括看看那个歌词 当然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 因为那样的旋律 还有那样的歌词 我觉得好像就是意味着 可能也许将来有些人要留在上海 所以我觉得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 有些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是 不同的 可能很多人希望林丹永远的战斗下去 但我觉得 无论是永远战斗下去 还是选择另外一个女 但我觉得至少这一句话 对我来讲我觉得蛮有利的 另一个是两个对着的英文字母F 一纸妻子谢姓芳的倪称芳芳 那个两个 这个其实全英的时候 很多球迷可能都知道 因为 我还没有看到 因为我当时很早就对我的老婆就说过 我觉得如果我要闻声 一定会第一个文尼的名字 对 他高兴了 他说会不会痛 第一句话 1998年林丹陪谢姓芳训练时 第一次认识 2003年年底 向谢姓芳要了电话 2004年5月 两人汤油杯双双夺冠 这也是他们相恋后第一次同时获得冠军 也成就了林丹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是他认为职业生涯中最开心的夺冠时刻 其实当时我觉得我非常 就是一万一万一万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和我这几年所有的冠军相比起来 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开心的一次 因为那一次的冠军 纯粹是我练羽毛球的从小的一个梦想 想成为一次世界冠军 所以那次非常的激动 也很开心 我相信我跟谢姓芳都是一样 就是很单纯的开心 因为真的是实现了自己这么多年 那一项运动的一个最初的梦想 也是最简单的梦想 2010年12月13号 林丹谢姓芳登记结婚了 但至今还没有时间操办一场婚礼 眼看着队友傅海峰蔡云相继有了孩子 而林丹似乎并不着急 你着急吗 你有没有想要 也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当然 我觉得可能 单打的用选择可能比较辛苦 所以体力上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会比商打要付出的多一点 所以他们会比较抓紧时间 也当然因为我觉得蔡云他们也 首先富海峰结婚比我早 而且蔡云也可能比我早一点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 希望会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宝贝 所以 我也是一样 希望蔡云会结束 因为我并不是说不想 其实我不想在这段时间会分心 我不去在意结果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是一个经济运动员的一个天性 但是呢 经验告出 你不能想太多 好的 谢谢 感谢 我的声明 对 我的声明 很 cutting 我的声明 我